YDM 智慧禪 谢谢批评 他人的批评 是促进自身发展 不可缺少的机会 感恩批评我们的人 是上天为我们安排的最佳导师 妈祖慈悲 妈祖慈悲大家好 本周一等妈祖给我们的智慧禅仪式 谢谢批评 在年纪关系的经营来讲 部分常常讲 年纪关系等于在别人胜上 看他的优点 并且收给他听 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去看到人家的缺点 然后收给他听 那就是批评 所以我们不建议 我们任意随意 去批评人家 那我们会用建议的宽容的 用赞美的方式 比较完整的方式 给他一些建议 希望他好 而且会更好 那我们呢 在这个社会上 常常就会遇到 有一些喜欢批评的人 那其实呢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会批评的人呢 正常大概几种人 第一种是有利益关系 比如说你的客人 你的客人的付出代价 他希望双赢 对他有利 对你有利 在生意的一个交易行为上 如果他付出了 可是他没有得到利益 那他又期待 你能进步 他就会来批评你 所以我们台语说一句话 谁不认识 还是不认识的人 也就是说 会嫌弃批评你的货物 对你公司会批评 对你会批评的 也就是 他想跟你继续的往来 那彼此创造未来的一种利益 做生意就是这样子啊 我们希望我们的供应厂商的品质 越来越好啊 那我们提出 你这次怎么那么差啊 怎么交起那么慢啊 这个好像就是个批评 你的产品呢 品质为什么那么不能稳定呢 我们在商场上常常会听到 那这些都是即将可能会成为partner 就是伙伴的人才会对你讲啊 所以他批评的是 就是希望我们呢 合作能更密切 品质会更好 让有所谓有更法则 所以我们在一起呢 合作能更好 然后产品呢更好 更快更省更多 还更新啊 他对你有期待啊 所以他很快乐呢 就批评了 所以我们在7月来讲 都是老五行啊 都会要求对方啊 品质绝不退让啊 对不对 品质绝不打折扣啊 那做不好一定要提出啊 那要所谓的告诉他啊 你有缺点在哪里啊 那你跟他批评批评啊 那这个是因为彼此有利益关系 要能共创共赢啊 所以当这个时候呢 这个人是基于这样的立场 把你当partner伙伴 长期要合作在商场上 或是人生上 要长期合作的 他才会批评你啊 所以他你的批评 就是促进 我们注尊发展 不可缺少的机会啊 所以要感恩他啊 那是上帝 为我们安排了最好的老师啊 像我们在7月福岛 我是很喜欢 福岛这个场上 去做日本的这个生意 也就是我们当日本人的 供应商啊 想办法 因为日本人他对他的伙伴呢 要求非常严格啦 那要求严格 就是批评啊 他要求就是一个批评啊 都讲一个切点啦 那你经得起他的要求 他的标准要求 品质的要求 日本人你做他的生意 你就做全世界啦 他要求很严格啦 那批评呢 都直接下去啦 告诉你这个不行那你不行啊 啊 啊 这种善意的那种批评 我们一定要接受啊 因为我们要长期做扒闹啊 另外呢 会批评我们呢 就是我们最亲的人 也就是我们另外一半啊 因为我们的命运跟另外一半就是 息在一起啊 所以你们发现 夫妻夫妻 互相欺负啊 互相的批评特别多啊 那为什么 就像刚刚的一样啊 要partner啊 伙伴啊 人生路上 我们利益 共同体啊 他希望你更好啊 那更好呢 总不能婉转的欠 那最好呢 这个 起到这种老婆 这种 见到这种先生 他说 很有技巧 都用赞美的方式啊 对你的要求啊 都用赞美 那真的 真的非常好啊 当然我希望 每个人都有这种 能力跟智慧啊 可以改批评 变成一种 幽默式的那种坚毅啊 听不出批评啊 可是这个很难啊 因为生活当中 柴米油盐啊 那点点滴滴 情绪 对不对 夫妻就要互相的那种 体谅啊 磨合啊 结婚刚好要磨合啊 也就是夫妻互相欺负啊 所以我们才 哎呦 你怎么那么又来了又来了 永远是 不会规定位 那怎么样怎么样 都在批评啊 对不对 后妻彼此批评 可是你要知道啊 他为什么在批评你 都跟他一样嘛 会不会是买客人啊 他希望你更好啊 因为夫妻是共同体啊 当然要失可而止啊 不然夫妻就谈情了 不就谈理了 我发现很多夫妻都 还弄不懂这种真理 夫妻之间谈情啊 不就谈理啊 不要一味的批评 怎么做道理 可是呢 难免情绪 偶尔会来 突然间批评 那我们也要注意啊 这个我们的缺点 他一再一再的提出来 因为我们要去圣思啊 要来改善啊 不要斗气啊 知道吗 斗气会伤了感情啊 他继续的练你 你继续受不了 那这个夫妻关系就完蛋了 所以有过要主改啊 可是批评人家 还是顾他讲嘛 我们是有修行的 我们都是讲爱意啊 用巧妙的用技巧 给他一个导演建议啊 他能懂得宽容体验 所以我们呢 可是我们接受到 对方后面的这种批评的时候 我们也要知道 这也是促进我们自身 发展不可缺少的组位 我们的确有这个问题啊 这故要能改啊 所以要感恩啊 你另外一半常常批评你 你要感恩啊 他真的是爱你啊 不能干嘛去批评你 对不对 是上天为我们安排的最佳导师 那另外呢 还有一种人 可以批评 那就是我们的师长 那当然师长都是很有智慧 那会用技巧 可是我们知道 他是在主张 在折散 折备 那希望我们向上 那他技巧要让人要好 那当老师要有技巧啊 不然那不受 我发现老师也没有用啊 对不对 那所以老师在主导 晚辈 那晚辈呢 要知道老师不是批评 那你也很直言呢 跟你讲 我们的缺点而已 真的 你跟他感恩 他是最佳的老师 所以那个教练 就调整你的一个动作 一次再一次的调整动作 你觉得很烦 可是因为你没有改过来 他就一次一次的这样 他们调整你 这么严厉的老师 有时候 就真的是 最佳的导师我 最佳的导师 所以 我们要能 谢谢批评 感谢批评的人 因为批评的人 几乎都是 喜欢我们好 希望我们好 对不对 喜欢我们更好 那希望我们更好的人 那还可能 他严厉冒着 让我们讨厌的那种风险 人际的关系 来这样跟我们执政 折散 我们为什么不感谢他 那是很伟大的 那除非最后一种人 以批评别人 来凸显自己的重要感 那这种人的情绪化 我也批评不批评 那根本呢 找不出一个道理来 那当然 我们从他的角色 他的神措 我们就可以马上知道 我们不是 看光没看光 我们会去聆听 那这个批评 是善意的批评 还是为了自己情绪在发泄 所以人有时候也不要在意 别人的一个批评 可是这是要注意的 这是客户 跟我们有利益关系 还是 就是我们一生的伙伴 我们的亲人 尤其兄弟姐妹 父母 那为了我们好 那善意的这种批评提醒 我们一定要非常感恩 或者愿意冒着 让我们讨厌 这种风险 来跟我们讲话 这些亲人好友 我们一定要把它视为 一生中最佳的一个道士 当然 郭文豪要强调 不要批评 不要麻烟 不要责备 可是 我们难免会议到 折善 在儒家来讲 励志 勤邪 对不对 还有 改革 那折善四个 是儒家非常重要的德性 我再讲一次 励志 勤邪 勤劳的学习 改革 折善 折善 折善就是批评 对我们 心爱的人 关心的人 小孩子 枉贝 我们要折善 可是折善的技巧非常重要 不要太直接的伤害对方的自尊心 也不要联工 联身的攻击 这些都要很小心 以上是我个人的看法 也就是今天听了妈主的智慧残疑 他人的批评是促进自身发展不给缺少的机会 要把握之 恩义批评你的人 而且批评技巧很高的人 一定要好好跟他相处 那感恩批评我们的人 真的他技巧不好 讲起来很适合 可是我们要感恩 他是上天为我们安排的缺佳道士 那以上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 妈子慈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